安比作为人人都有的T0级击破真神 陆坑绝曲灵不练可不行 我让你完全明白一下 安比的核心之能力是他迅猛攻击背后的失衡值关束积累能力 基本在实战中遵循三次普攻一次特殊技的示范节奏 就可以稳定触发普攻的隐藏机制裸雷 以及被动技能的失衡值倍率增加 传络对敌人造成大量失衡值的关束积累效果 形成快速破敌人的防 触发团队连携剂终结战斗 因此在技能加点的优先级方面 特殊技大于核心技大于连结技大于普攻大于闪避 但是由于安比自身伤害不高 主要作用就是给怪物积累失衡值 因此以上全部技能升到6级就完全足够使用了 括号仅限1.0版本的怪物强度哈 毕竟安比每次升级自身冲击力属性也会得到提升 这个属性值越高怪物破防就会越快 因此在安比的剩一物选择方面就非常的简单易懂了 1号位固定生命值 2号位固定攻击力 3号位固定防御力 4号位首选攻击力 5号位首选电伤 4号位首选冲击力即可 而安比的副这条选择优先级双爆大于异常精通大于攻击力 但是各位970玩家最好对于安比的副这条需求随缘 毕竟就算装上去了 对于伤害的提升也不会很大 通知在最开始只要保证主条正确安比就足够使用了 在此的基础上再去追求套装效果 才能将游戏体验变得不那么折补 另外对自己操作不自信的话 可以将安比的4号位替换为生命值加成 至于安比的驱动套装推荐2冲击力2能量恢复2电伤即可 散搭更容易毕业 非要4加2的话就选振兴迪斯科4件套加摇摆角色2件套 而在安比的武器选择方面 系统赠送的A级阴晴德马拉电磁二星 也就已经足够怨了 不仅能大幅度提高冲击力属性 还能提高大招充能效率 他就是安比专武 在先期没获得A级专武之前使用B级引擎 穿流失行过度即可 而当前版本的其他殷勤均不推荐 包括大跃卡的A级击破殷勤 以及狼哥莱卡恩的S级殷勤 但是未来限定击破殷勤除外 嘿嘿 就就是安比的配对攻略了 由于安比是击破职业角色 其特点就是攻击迅猛快速让敌人破防 同时因为是电属性角色 频繁使用电属攻击 还能给怪物挂上感电效果 造成额外伤害与控制 因此谈到我的配对攻势 一击破或一防腹 加一资源 加一强攻或一常进行组队 此时就能发现 安比的最佳队友为 自愿角色德丽娜 一常角色格丽丝 其次选择自愿角色妮可 强攻角色朱渊 如果以上角色都没有 那么大家就按照之前提供的配对攻势 以及自身的角色词 自由搭配即可 毕竟安比的阵营核心技能加成不高 只是增加自身的回能 触发还是不触发都可以 比如我目前的阵容就是安比加参角加爱莲 也足够应对任何的关卡了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安比的颁布推荐 目前绝曲灵的颁布选择 需要考虑这种因素 以及颁布的额外能力加成 因此只要触发颁布额外能力的 就都可以带这只颁布进入战斗 对于实战体验来说 几乎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欢迎留言 我在攻略绝曲灵的全部角色 有下观点和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友好讨论 同时也感谢各位的点赞 关注观看支持 我们下期绝曲灵攻略视频再见